哈喽哈喽,饭搭子们今天在迪拜 在纸最精密的迪拜有什么好吃的呢? 今天就跟我一起到棕榈岛上的亚特兰蒂斯 吃一顿价值198人民币的披萨自助 看看你觉得到底贵不会吧? 这家店是米其林三星大厨Gordon Ramsey的门店 也算是个名人啦,你看他把头像都打在勺子上 这自恋的程度也是无敌 准确的来讲,它是披萨不限量,而不是自助 遵循传统烘焙的披萨炉里烘着一个个披萨 热腾腾滚烫的披萨在出炉之后会撒上最后的香料和装饰 并且完成切片 之后由服务员小哥为一个桌进行上菜 完全不用担心吃不饱的问题哦 服务员小哥会反反复复的问你要不要再来一块 这种传统的明火烤炉 烤出来的披萨会带着天然的焦香 加上这边的面粉十分的有嚼劲 带着一股少麦的清香 至于上面的配料有牛肉的,番茄酱奶酪的,香肠的,鸡肉的等等 暂时是没有水果披萨的哟 因为正宗的意大利披萨就是没有水果的 我应该吃了五块已经到极限了 这样一算198吃了五片披萨 似乎性价比确实不太高哦 不过在物价高昂的迪拜 一个人一顿饭200人民币 这个价格还是要的 翅膀喝足再在亚特兰蒂斯里面逛一逛 看看鱼 别提这一天有多美了 迪拜的夏天户外的温度会高达四五十度 实在是不适合户外活动的季节 还好有空调和水足管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吃好喝好下期再见哦拜拜